5月16号 远洋渔船鲁鹏远渔028 在印度洋中部海域轻浮 共造成船上39人失踪 今天13时30分许 中国海军舰船发现并打捞起两具遇难者遗体 截至14时 现场共有包括远辅海轮 明德轮和海军三艘舰船 鲁鹏远渔087等四艘渔船 以及一艘外轮在内的十艘船舶 开展搜寻工作 17号和18号凌晨 三艘渔船和海军三艘舰船 克服夜间作业风险高 航渡海域海矿差等困难 先后抵达事发水域 在现场发现编织带 塑料框等少量漂浮物 17号 澳大利亚派出了三架固定义飞机 印度派出了一架固定义飞机参与搜寻 据了解 澳大利亚计划 今日继续派出固定义飞机参与搜寻 交通运输部所属德天伦 和山东海运公司所属山东德隆伦 预计19号下午抵达现场参与搜寻 截至目前 现场共有十艘船舶 开展搜寻工作 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